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台北股市在日K线连续三根黑棒之后 今天反而在台子级结算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盘开低之后就一路向上拉高 在几斤震荡盘中一度还涨了79点 最终还是以在今天相对高点上涨60点作收 只不过我们看到整个成交量却快速的萎缩到 只剩下2474 2474亿 这个2474亿 它就创下了今年以来 2021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量的水准 甚至于从去年的12月到现在 这是最低的一个成交量 对于创了一个新低量之后 当然这个时候大家市场又众说纷纭了 到底这个新低量 它所代表的是这一波修正的一个过程 今天出现的一个窒息量 代表修正已经接近尾声 还是这是一个量先价型 人气在做一个退潮 那有新低量之后 必然会有新低价 到底是如何 好 那到底是新低量 新低价 量先价型 还是 这是一个质型量 我们就来说 今天成交量为什么说 今天成交量为什么说 第一个 外资准备要放大假去 对不对 今天已经12月15号 下个礼拜回来 下个礼拜就耶诞节了 各位都知道 外资对于耶诞节 接下来的一个 所谓的元旦的一个行情 对他们来讲 就等同我们的过年 这是一个很重要 一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假期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外资会陆陆续续的放假去 那你想 外资准备要放大假 那如果 他在这个时候 在持续的做一个 加码的一个动作 那你想 他这个假 他会放心的 他会放得很安心吗 我想应该不至于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 每年都接染 每年都一样 你在外资陆陆续续的 放假的一个情况下 成交量一定会萎缩 而且这只是刚开始 你就看着好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 成交量还会持续的萎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先厘清 今天成交量缩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外资准备放大假 不管或买 不管或卖 他的动作都不会太大了 因为毕竟要卖的怎么样 前面两天就卖的 昨天卖了 两百 这个一百五十六亿 有没有前天也是卖的 一路卖下来 卖的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接下来的动作会越来越小 当外资整个市场 你看成交量少了 外资的一个参与 成交量当然降下来 对不对 好 除了外资准备放大假 动作少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怎么样 就是明天我们清晨 就礼拜四的一大早 这个联准会要公布 它最新也是今年最后一次的 一个FOMC的利率决策会议之后的一个结果 全市场 不是全市场 应该讲全世界都在屏息以待 看你到底要公布什么错的一个内容 那当然现在目前市场所预期的 已经开始有倾向说 接下来因为通膨 因为不管是最新公布的一个CPI也好 PPI也好 都是创下的历史新高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通膨的问题这么严重 它会逼迫 你联准会不得不怎么样 不得不采取 比较所谓的一个鹰派的一个动作 这是目前市场普遍的一个预期 可能怎么样 可能会加大 整个缩减购债的一个规模 可能原本到六月 可能现在变成三月就结束了 那如果说三月就结束了 那会不会 从四月从第二季开始 它就要开始怎么样 做生息的一个动作 大家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预期 对不对 好 那也因为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预期 在这个效果 这个真正的一个结果 还没有出来之前 量当然也会萎缩下来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量的那个萎缩 我们认为 就是这两个部分 好 那这两个部分 我们回过头来看 它会不会是一个常态 你就外资放假 一方放两个 可能要放两个礼拜 没有错 外资一方放两个礼拜 但重点 它会不会回来 外资它总也会有收价的一天 对不对 所以终究它也会回来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量能萎缩的一个状况 你说 明天的一个联准会的一个利率政策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公开之前 大家现在都观望 那观望明天出来以后 不就 对不对 这些观望的气氛 就不会那么的浓厚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因素 那如果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因素 那我们说过以目前来看 纯粹从量能的结构来讲的话 我认为出现窒息量 窒息量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它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 什么人气退潮 心低量之后 它会有心低降 好了 当然我讲到这边 可能大家又会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那你会说 那万一明天 联准会一公布出来 他果然怎么样 要开始加大 他整个缩减购债的一个力道 甚至于从第二季怎么样 我就要开始升息 那这对股市 不是有很大的杀伤力吗 现在很多人 至少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这样说好了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这样想 这叫什么 市场已经有预期了 对不对 市场已经有预期 当市场已经有预期的时候 就算这个利空 它真的来了 因为明天如果联准会 加大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搜索的一个力道 当然是利空 对不对 可是市场对这个利空 已经有预期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 它的冲击的力道 会不会如大家所担心的 那么的一个大 就我个人的看法 你市场已经有预期了 其实我不敢讲完全没有冲击 但至少这个冲击怎么样 它的力道一定会大打折扣 会大大的一个减缓下来 所以如果说明天真的 我先讲在前面 如果说明天真的 联准会公布出来的 符合预期就不用多说 符合预期就符合预期 大家对不对 那如果比大家想象的 还要怎么样 还要再应拍一点的话 可是因为现在目前 大家市场也都有开始在预期说 可能会比市场预期的 还要怎么样 还要再来的应拍一点 所以大家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纵使明天公布出来 是一个比较 我们不喜欢看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极有可能会形成短线的 怎么样 利空出境 短线的利空出境 所以纵使明天出现了压回 明天压回 那反而是怎么样 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我都把话讲在前面 我不是事后再放马后炮 我说很多人在担心这个问题 我先直接告诉你答案 因为大家对这个利空已经有预期 已经有预期的利空 它的冲击力道都会大 都会相对有限 所以明天如果打下来 它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记录 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也因为 我们已经准备好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你说 我说这个礼拜非常热闹 不是只有大家等待的 这个FED的一个会议而已 包含日本 包含英国 包含欧盟 全世界总共有20个国家 20个国家 在这个礼拜同时怎么样 在召开所谓的央行的一个会议 而且都会针对接下来的利率政策 来做出一个方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 面对整个资金面 接下来倒是需要紧缩 还是维持原状 大家都在屏息以待的情况之下 你说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短线的盘面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会嘛 我们说过即使利空的冲击相对有限 可是怎么样 它终究还是一个利空 它终究还是会冲击盘面 所以我们昨天怎么样 有没有吧 6118的建达全数获利出清 建达不用我多讲了 对不对 我们从12月3号这个月以来 有没有 我们12月3号买进之后 你看当时的低点都还不到28块 后来拉出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 七天七根涨停板之后 昨天再创新高来到49块2 股价从不到28块涨到49块2 股价从二字头变三字头 三字头变四字头 眼看着都要到五字头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不论怎么样 我随便卖 我随便都是大赚 对不对 那既然我们已经 对不对 二字头买进的股票 已经涨到快五字头 随便买随便卖的一个 随便卖随便都大赚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面对盘面至少 它还是一个变数 它还是有利空存在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当然先出 对不对 我说做股票 我向来不赌 对不对 也不是什么死报活报 你要懂得操作的一个灵活性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这是我们一再跟各位所说明的 一个我们操作的一个模式跟逻辑 对不对 就分段操作 所以已经累积了 你看 从27块6涨到49块 都已经短短7天 已经累积了将近八成的一个涨幅 你认为它短线会不会震荡 不要说什么 它短线会不会被分盘交易 那一旦被分盘交易 又或者短线要整理 那你股价就会震荡 股价就会震荡 我们当然要避开 对不对 所以昨天 我们把建达全数获利出清 不是看好未来 未来当然还是看好 但是短线上面 我就先出一趟 这个也是贯彻 我们过去一到现在 一直跟各位所讲的 一个分段操作的一个纪律 对不对 好 那除了建达以外 还有我们还卖了什么 我们还卖了位数 3508的一个位数 一样全数获利出清 那位数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从11月份开始 我们就掌握到这样的股票 11月初我们买进之后 当时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 六天拉出六根的涨停板 那一样 除了说在发动点 发动之前 我们先卡位先布局 六天涨了六根以外 最重要的一样 就跟现在 我们秉持的分段操作的 这样一个精神跟纪律 当时在高档 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 怎么样 我们先获利出一趟 有没有 那这个要干嘛 要避开你短线的修正 有没有 我们也顺利的避开掉 有没有 那后来整理过后 毕竟我说整个元宇宙 很多人认为元宇宙 这都虚幻 没有错 很多人可能 你不了解元宇宙的 你会认为元宇宙很虚幻 但是我只问你 纵使元宇宙很虚幻 赚钱会不会很虚幻 就算元宇宙虚幻 赚钱总不虚幻的 这总是实实在在的获利的 这实实在在的把钱放在口袋的 那就算你不看在元宇宙的份上 你看在能够赚赚大钱的份上 难道你不做这个元宇宙吗 你干嘛跟自己的钱过不去 对不对 所以既然这是目前排面上最夯的一个题材跟方向 所以在整理过后 第二段重新启动 我们就买回来做第二趟 有没有 那也没让大家失望 第二趟 第二趟一发动又是一天两天三天四根 五根六天五天 五天又拉出四根的涨停板 股价又从当时五十出头 五十一块八 一路又涨到超过的七字头 从五字头涨到六字头 六字头再涨到七字头 涨到七十三块六 短短几天的时间不到两个礼拜 剩去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从五字头涨到七字头 累积获利也有四十二趟 有没有累积的涨幅也有四十二趟 那你看连同前面这八十趟 两坡段加起来都已经涨了超过一百趟 一百二十趟 再让你掐头去尾再打折好了 如果这两坡 你都跟进我们的脚步 你都赚到 你看这两坡加起来涨幅有没有超过一倍 所以我刚才讲 或许很多人认为 元宇宙都虚幻了 虚拟的东西当然虚幻了 对不对 你本来就在虚拟世界里面 当然会虚幻了 可是实质的获利 真正的赚钱 那可一点都不虚幻了 对不对 干嘛跟自己的钱购不去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一样 不管第一段我们高档出也好 这一段 一样你来到一个高档 当盘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变数 尽管我认为它对趋势不会存在 所谓的一个决定性的扭转的 所谓的一个伤害 可是怎么样 可是终究盘面会震荡 那你如果说 你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涨幅 盘面又出现震荡 那么它整理或者拉回的一个几率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了 但至少几率就升高了 那如果说我能够赚的 我能够赚的获利 跟我必须要承担的风险 这个时候 我不要说风险高于利润 我说过只要是五十五十 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百分之五十的风险 fifty fifty 我就不做了 我干嘛去冒这个风险 盘面像又不是没有其他的股票 风险相对低 报酬相对大的股票可以做 我干嘛要跟他赌雷 对不对 该我赚的我不会放过 可是 如果我没有把握的事情 那我也不做 那这很抱歉 所以一样 第二趟怎么样 我们的位数也全数的获利出清 甚至于 我们今天还把另外一档股票 还记不记得 3046的建基 有没有 这档股票 我是在上礼拜 上礼拜 推荐给大家的 有没有 当时我们说过 集团的小经纪 还记不记得 有没有 就这一档 集团的小经纪 独立的充电桩 美国大胆到手 有没有 就这档股票 我礼拜四推荐给大家之后 礼拜五 我确实也第一时间 带了会员买进 然后也在节目里面 推荐给大家 其实 不要说我礼拜五 推荐给大家 礼拜四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登记的 你礼拜五 你就跟我们同步 你就跟我们同步做动作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当天一开盘 9点12买进 有没有 9点12没在盘下 我说过做股票 我不喜欢一窝蜂 你看 当时 上个礼拜我们在讲建基的时候 我在预告建基的时候 盘面上有谁在讲建基 一个都没有 对不对 甚至于我们在买的时候 更不用说盘下 盘下的股票 有谁会去 谁会去推荐这种股票 可是你看 当你下好离手 因为盘下买 你买得安心 买得轻松 你买得安心 买得轻松 你才敢重压 你敢重压 你的张数多 你的部位大 你的资金集中 当它拉起来 你才能够赚最多 而且我说过 像这样的股票 你看得到吃得到 而且绝对来得及 怎么会来不及 纵使前面位数 你没跟上 纵使你前面剑打 没跟上 你说 剑金你会来不及吗 我礼拜四就预告了 还拉回来 盘下让你买 怎么会来不及 你看 下好离手 当天就给你 就送给你第一根 接了下来 再一根 到昨天怎么样 记不记得 昨天大盘是大跌 昨天大盘大跌 它在几斤震荡之后 怎么样 继续攻上了 第三根的一个掌停板 那一样 你短线三天 拉出三根掌停板 可是目前盘面 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 一个变数的情况之下 我只好怎么样 当你的短线风险 高过于我能够 承受了利润的时候 为了确保战果 为了确保战果 我们今天怎么样 获利先出一半 一样 我上个礼拜 我买进了股票 我在还没有发动之前 买进了股票 三天涨了 三根掌停板 跟前面的位数 跟前面的剑打一样 我怎么卖 我怎么都是大赚 我干嘛让自己 曝露在一个风险之下 所以我全数获利 不好意思 买一半了 不是全数获利 全数获利是刚刚的 建打跟位数 有没有 好 那资金你看 我卖了两档股票 再加上今天这档 这档建计又卖了一半 我现在手中什么 是不是满满的陷阱 是不是满满的陷阱 所以当昨天大盘 重挫下来 好 那甚至于今天的低点 你看 都还持续有往下 探到17556的一个情况之下 最重要的 明天不管你FED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算哪一个利空好了 你行情再往下破好了 我现在满手 都是钱的一个情况之下 满手都是现金的一个情况之下 趁着利空拉回来 我是不是可以很开心的 很从容的 很轻松的来低接股票 对不对 因为我说过 纵使明天FED公布出来是利空 利空也是会呈现 短线的利空出境 所以我现在就准备了 满手的现金 准备明天要低接股票 就这么简单 我不晓得 你的动作 有没有跟我们一样 好 那如果说你的动作 是跟我一样的 也是对 满手的现金 又或者接得下来 明天纵使利空 你也准备要低接的 那到底要接什么股票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近期整个盘面的变数 或者说盘面的利空 还真的是不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盘面也出现了一个波动 但是我说过了 这些利空 这些变数 它会不会影响 整个原本多头的一个趋势 很多人担心 如果联准会要收缩资金 难道不会影响多头的趋势吗 我认为不会 至少短线不会 至少到明年之前也不会 为什么 你现在就算你加大力度 收缩资金好了 你现在一定要先减少购债 你不能说我直接 我不减少购债 我直接就升息 我记得过去没有这种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是减少购债 但我一再强调的 什么叫做减少购债 我原准从1200亿变成900亿 再到600 再到300 就算是加大力度减少好了 我请问各位 1200亿是购债 你900亿 我已经减少300亿到900亿了 是不是还是购债 还是购债 那你购债是不是还在放钱 所以你至少到明年三月 你就算加大力度 你一个月 让你收缩300亿好了 你至少在未来的四个月里 你还是在放钱 你等到归零再说 那归零就算你再升息好了 我也跟各位讲过 依照过去 两次联准会升息的一个记录 走多还是走空 你回去自己看 20042015 两次都是大多头 所以有什么理由 因为联准会的收缩资金 我要看空这个趋势 因为你在联准会收缩资金的同时 景气也在往上走 那从原本的资金行情 导向变成是一个景气行情 这有什么不对 对不对 所以至少在中线的一个 那不要说长线 至少在中线的角度里面 我认为我看不到 有反转的一个情况 等反转你再来调整都来得及吗 我说过你的资金 是大到说我资金撤退 一定要两个月三个月 正至于半年一年吗 都不是嘛 一般我们投资朋友 不要说一天 你至少三天给你 你都够 所以你何必去担心 这个联准会怎么样 明年要干嘛干嘛 不要想那么多 那如果趋势没有反转 那明天利空打下来 对不对 那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也讲了 从昨天开始 我们就一直怎么样 我们就一直在卖股票 今天甚至昨天卖了 位数跟建打 今天甚至把建基怎么样 我们也获利一半 收回资金 那收回资金不是看坏行情 我说过 我们是等着怎么样 要低接股票 要低接什么样的股票 我这样说好 我们刚刚讲 外资要准备放大价 对不对 12月后半月 外资要放价了 所以是由内资 来主导这个盘面 那你想 内资主导这个盘面 它锁定的是什么股票 外资锁定的是全职股 内资锁定的是中小型股 一旦被内资所锁定的股票 你自己看看 过去建打怎么涨的 七天七根涨停板 你看看过去位数怎么涨的 两破段加起来超过十根涨停板 这个都是我们共同见证的 对不对 甚至于建计也是三天三根 这个就是内资所锁定的 我所谓的本孟比行情加什么 加上所谓的作战行情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接下来你注意看 12月的下半月还会更精彩 因为少了外资的一个变数 内资会更加积极的去作战 所以我们卖掉了那些股票之后 我们无非怎么样 就叫锁定新的一个标的 新的标的 我们也帮各位锁定好了 就两档股票 一档在50块钱以上 一档在50块钱以下 这两档股票 都是元宇宙跟低轨道卫星 相关的一个题材 但是最重要不同的是什么 这是别人还不知道的 元宇宙跟低轨卫星的一个题材 换句话就这是一个隐藏版的 元宇宙跟低轨卫星的一个概念股 对于这两档股票 今天有个大福利给大家 两档股票你自己选一档 你告诉我 你要50块以上还是以下的 答对的就把它带回家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